港造美金的顺差怎么不见了 钱去哪了 中国这些大港口堆满了很多的空货柜 这些货柜没有东西可以装 中国的出口正在衰退当中吗 日本的媒体在他的头版大大写着 习现在独裁 独裁了以后居然出现了一个中国经济沉默 纽约时报也讲 中国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 这个结束这么好 改革开放没有了 所以刚才讲到 当习近平现在二十大开完了 一中全会开完了 可是你说这个对台商是一个很大的警绪吗 因为刚刚讲今天港股 今天所有的入股全面大跌 其实不只是说习近平你今天的 这个再重登大位 第三任的党这个所谓的总书记 更可怕的是你用的人没人拼经济 你用的人都是对习近平为命是仇 甚至今天刚才讲的 今天那一幕 刚才把胡锦涛请走的那一幕 或者压走的那一幕 把全世界都给吓坏了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胡锦涛被请走这一幕 完全吓坏 这个彰显在哪里 还有七仓伟出来之后 大家完全发现到说 诶 拼经济的人在哪里 没有一个拼经济 完全没有一个拼经济的人 所以大家你看 李强是什么呀 封上海的人 那蔡奇是赶走低端人口的人 怎么会拼经济呢 然后赵德基是管中藏 这个所谓的 然后他是管意识形态 丁薛祥也是 就是跟班的 李鑫也是 所以说到底 没有人能够拼经济 所以为什么他七仓伟出来之后 大家完全吓傻了 所以这里面每个都是习近平的跟班 对 那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外资跑在什么地方最明显 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今天跌了1010点 那收跌6.2个percent 那包括说你看 香港的科技股指数 跌了9.6个percent 那上证这些都跌了2个percent左右 这么逼关 大家外资或是所有的资金 对中国未来科技发展 相当相当的不乐观 另外还有什么 人民币 人民币也出现一个 报贬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人民币已经来到了7.29 快要7.3了 我们之前前几年来说人民币会升破6 现在已经来到7点多 所以现在所有的资金 完全要用 逃离中国 逃离中国 特别是逃离香港来做一个 非常完美的注解今天港股的发现 还是股会是全面下跌 而且保险我跟你讲 事实上为什么会下跌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 从要开二十大开始 中国观众就已经叫你不能够卖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卖 事实上你看 这是之前华尔街日报曾经报导 他说中国交易员被告知 不要在二十大期间引发交易动荡 所以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不敢卖 因为他们知道习近平上来 你怎么可能会卖 他们绝对不会卖 所以今天的卖盘 不会是来自中国内部本身的卖 都是外资 都是外资卖 可是光是外资就跌这么凶 对 那因为外资现在想完蛋了 另外一个你看港股 港股他们 港股的公司 他们但不能卖 港股公司他们还进行一个买库藏股 为了这样 因为他们香港的企业家也知道 一定要拍习近平马屁 所以大家都完全是砸钱 用买回库藏股 但是还是这样撑不住 另外中国银行 还要中国的这个主要银行 他要求主要银行 你要给我撑人民币 所以等于是说 中国动用全国的资金 在希望最近的股市会好 香港股市会好 人民币会好 就没想到今天完全 挡不住那个大麦亚出来 所以说中国已经动用所有的手段 第一个你不准跟我卖 第二个就是你今天 我跟你讲的 中国主要的国有银行 已经抛售美金 我阻止人民币的这个下跌 没有用 你穷尽所有的手段 照样跌 因为外资现在 就是完全信心崩盘 他们要完全往外跑 所以为什么要往外跑 我就跟他讲 中国的这个 所有的未来的这个政治 怎么样来说 你其实你 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 其实你很清楚 从习近平讲得非常清楚 习近平他说什么 他在二十大里面 他讲了一个词叫做规范财富累积制度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财富累积 那他讲到什么 他说未来要扩大所谓 扩大低收入户的这个薪水 然后要把这个中等收入户的 这个族群扩大 然后要规范高收入所的 什么叫做规范高收入所的 很简单就是把你的钱拿过来分配 他说要进行第三次的分配 那同时是说什么 要这个打击这个非法所的这些 所以他这些出来说 为什么所有的股今天为什么 香港的这个科技股会跌得最重 因为那些人都是 会被规范财富累积的制度 所以钱要吐出来 所以他有钱人他知不知道 完蛋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往外跑 那特别是李强 抱歉李强是未来二把手 他要管的是未来中国的经济 可能问题是 他在管了上海的经济的时候 是上海经济最差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糟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 因为过去李克强好歹你也是学经济出身的 那周边汪洋以前也管过这个广东省 他其实对经济还有一点点了解 问题是现在七常委里面没有一个人懂经济 所以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对于整个中国的 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都会非常非常的悲观 我听我一个朋友讲 他一个台商朋友现在恨死李强 他说本来我在上海过得非常快乐 他觉得他在上海过得比台湾还快乐 就没有想这一次封城 他说他最后一个礼拜 每天稀饭配导游 他说我这种过了一个多礼拜 他说什么时候上海变这样 抱歉你知道现在上海的外国人 完全都跑光光 因为大家都对这一次的封城 完全下到之后 现在整个资金完全跑 那大家很担心 李强你在上海都敢这样做 你会不会到全国去 真的 这样做 上海 上海都能做 全国我们能不能这样做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 完全那特别习近平又说规范财富 所以很简单 你未来要像过去一段时间 你要赚大钱 发大钱 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那你问题是中国 你现在经济在下滑 你要怎么样规范 所以很简单 就是开始重分配 所以为什么要把胡锦涛赶走 因为胡锦涛那一段时间 抱歉 黄金十年 胡锦涛就是最主张改革开放的 为什么邓小平会清点胡锦涛 就是希望说延续他改革开放的路线 那等一下 胡锦涛过去一段时间 也是中国大陆很多很多很最新胡锦涛 过去那个十年 很自由开放的时代 目的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那二十大这一幕里面来说 为什么要刻意把胡锦涛请走 而且那胡锦涛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幕你看 王岐山在这边 不敢讲话 这是温家宝 那这是宋平在这边 温家宝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申庆宏在这边 对不对 大家都玩这个张德江 过去所有的领导 都看着他这样离开 所以你知道没有人敢说 温家宝连动都不敢动 温家宝是最正经回座的 为什么 胡锦涛有事 他会不会有事 胡温体系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整个 这一次的二十大闭幕的 胡锦涛被请走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我们仔细看下去 你可以知道中间释放出 非常多的政治讯息 对不对 你说现在这二十大 最精彩一幕 就是他把胡锦涛给请走 而且他把胡锦涛请走 这不是一个gossip 这不是一个意外的桥材 这个就代表 现在协定未来的做事风格了 对严格讲这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 做给美国人看的 对 因为你基本上来讲 他为什么在开放媒体之后 才去做这个动作 照道理讲 他在闭门会议的时候 就可以把胡锦涛请开 假设如果胡锦涛对这个 所谓中央委员 或者政治局委员 对有意见的话 他就应该要去做这个动作 就请他找 就在闭门会议的时候就离开 结果没有 是开放外国媒体进来之后 在刻意的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代表说 他是演给外国人看的 演给美国看的 就宣示一件事情 就是改革开放政策 到此为止 我习近平现在就加天下 现在就是我的天下 你要来跟我谈 胡锦涛就是改革开放 最重要的代表 他的胡温体制当时 2008年全球金融爆破 就是胡温体制 把他给稳住的 中国的所有的GDP 大幅成长也在他手上的 现在 我把你胡锦涛请走 代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没有错 那你看看旁边本来这个 栗战书要帮忙的 结果栗战书也是后来被王沪林提醒一下 你不能起来帮忙 你必须要赶快坐下来 你看他站起来的时候 后面是王沪林手一直拉着他的西装 然后叫他坐下来 不要站起来 你连想帮一把都不行 是的 然后后来栗战书也直冒冷汗 所以他拿出白色毛巾 这个叉叉叉叉额头 其实这一场当中 其实最活灵活现的就是栗战书的表现 因为他表现的其实是一般人的心态 一般人现在就说这个以前老长官嘛 栗战书以前来讲的话 他还是贵州省委书记 以前的时候还是小咖的 是因为习近平把他拉拔起来 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才进入到常委去 有些变人大常委委员长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习近平当初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看了一大眼 也瞄了他一眼 叫你也不要做这个动作 不过你看到胡锦涛 见步如飞 没有像外界讲的说 他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好 走很快 所以代表说这个意思 就是说不是健康问题 新华社讲是健康问题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 这两个人一个 在拉他的人 是习近平的贴身水户 他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保镖 另外一个劝他走的 是他现在进到常委会的 丁薛祥的办公室主任 对没错 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人马 丁薛祥也是习近平的人马 所以这些早就安排好的一个大戏 就告诉你说 所有的桥段 所有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应处的措施 全部都在他们的剧本当中 所以习近平就 事实上就是因为 胡锦涛应该是对团派 全部团灭 是有意见的 所以他认为说 至少要留一个活口在里面吧 结果竟然没有 所以为什么这次很奇怪 前两届的 前两届的这个 政治局来讲的话 有25个成员 现在这一届只剩下24个 少了一个 少一个 当然不是说以前没有 以前邓小平时代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那问题是说 现在来讲的话 不寻常的这个情况 就是团灭的一个概念 而且他这次刚刚讲 他这次等于说 我觉得我的军委会 或者是我的这个 这个是我的政治局 今天用了很多军工人才 就代表 现在不是拼经济的人才 我是要搞实干的人才 这实干是在 是航太的 在军工的 在武器上面的 我要跟美国面对面的对干了 对这也是对美国 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因为他大部分的人马 除了习家军占了一半之外 另外一半的基本上都是航太工业 或者是军工产业的相关的一个过往的负责人 现在都在第一线担任什么 比如说浙江的书记 或者是担任新疆的书记等等之类 全部把他接下来叫到中央来 而且未来来讲的话 这些人可能都会负责一些相关的业务 就是说涉及到有关中国发展太空战 或者是发展这个军火工业飞弹等等之类的 这些相关的都要跟美国来做对干的工作 那另外来看我们来看军委会 军委会他现在留下一个就是张又霞 其实在苏尔的这个军委会当中 唯一有打过仗的就是张又霞 他曾经打过1979年的中越扯越战争 那曾经也攻打过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但是你知道张又霞其实已经72岁了 但是为什么又把张又霞留下来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爸爸 跟习近平的爸爸 以前都是司令员跟政委之间的关系 所以张又霞留下来是因为 而且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 曾经中央警卫队发生叛变 张又霞就把这两个叛变的局长 跟副局长两个压走 所以这个张又霞当初保驾有功 所以留下来 那另外来讲的话另外一个何卫东 何卫东就是之前担任东部战区的司令员 现在东部战区司令员换成林向阳 那全部都是由习近平现在第一手拉拔起来 两年内升从少将升中将的 从中将升上将的一个重要的战区司令员 这些司令员全部对习近平效忠 那何卫东来讲的话 就是专门在替他来规划 所谓的台海战事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所以为什么现在邱国正非常紧张 因为所有的在军委会当中的福建帮抬头 福建帮除了他之外还有苗华 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是非常熟悉台海战事的 只不过因为他们从来在1979年之后 都没有真正的跟美国交手过 或者是说真正打过实战 所以大家还是认为说解放军来讲的话 目前实战经验就是被挑战的对象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自己的解放军报都有提到 这个里面的很多司令员呢 比如说我曾经有发生过一次在演习的时候 一个营长接受到命令说要炮打这个目标 结果变成那个长距离变成是听到短距离 结果打到自己的撤影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 在解放军当中呢 要了解到上面的一个想法也不容易 所以大家质疑的一点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你真的全部都是用所谓的福建帮 或者是说熟悉台海战事的 可能会有犯台的情况 但是中共的实战经验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 中国这些大港口 居然干嘛 堆满了很多的轰货柜 堆满很多轰货柜的意思 代表这些货柜英雄无用之地 这些东西 这些货柜没有东西可以装 没有东西可以让他们送出这些港口 就代表中国的外地出口 正在衰退当中吗 还不止如此 现在有人分析习近平在《求是》杂志里面 居然透露说中国现在的经济下滑 而且不止中国经济下滑 在长江三角洲 在珠江三角洲 这些非常重要的工业区 现在很多的工厂居然空母艺人 这些工厂根本没有办法生产 而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媒体里面 大陆的问题 大家问一件事 为什么 问两兆美金的外汇存体到底跑上去 因为过去三年 COVID-19四年的时候 中国还是一个顺差的国家 而且当时中国的经济 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的运转 所以它有大量的顺差的金额可以进来 大概三年累积了两兆美金 可是你整个外汇存体的量来看 两兆美金完全没有呈现出来 所以市长 现在在中国的网站里面都在问 两兆美金的顺差怎么不见了 钱去哪儿了 包姐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微博在论战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说过去三年时间 两兆美元的这个顺差不见了 那到底让大家去 两兆不见了 对那所以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弹出来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 到底中国经济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中国经济怎么样 包姐我们先给大家看几个画面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中国的港口又塞港了 塞港它不是很好吗 那就是像过去一段时间的货物 对不起 不是 因为他们空过柜来 过去一段时间都堆在美国 那美国已经把这个空货 货柜都送回来了 送回来之后 那里的货柜回到中国 结果回到中国之后 堆在中国的港口 所以现在中国港口里面塞港 但是它是空货柜 把它塞满 塞满那时候 有人就去拍 整个这个港口里面 都是空货柜 中国最大的洋山港 很多港口 上海港口 全部都是空货柜 空货柜可以说是 它说有十几万个空货柜 那你从空货柜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出口是真的不行了 因为没有东西 英雄无用武之地 才会这样 以前一跪难求 居然现在塞在港口里面 那特别是 最近习近平讲话 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习近平过去都是 就觉得我们中国经济很好 但是你看 风声奚落 当前工作重点 在于阔内需 促销费 引外资 要有成效的防范 化解重大经济金融危机 有效防范 重大金融危机 所以他承认说 我们真的 而且他讲到阔内需 促销费 还要引外资 那目前外资是跑嘛 问题消费也不好嘛 整个阔内需 所以显现中国经济 的确在今年会出现很大问题 那也因为出现这么多问题 所以人民开始关心了一些经济议题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吵说 那两兆美元 如果两兆美元的话 我们就可以刺激经济啊 两兆美元 对啊 可以刺激经济 可以这个 发什么消费券 问题是没有 所以这件事 为什么会引起大家注意 就是有人说过去中国三年里面两兆美元的顺差不见了 这件事就在微博上面就引爆了政法的论战 但他的论述是真的吗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今天我要经济 经济一个面向就是我的外汇存起的额度 结果我的外汇存起的额度 有两兆 照理讲你应该有两兆美金在里面 对 这两兆没了 抱歉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大家解释一下 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谓进出口 那我们像台湾我们就是出口大于进口 所以我们会有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就从国外赚了美元回来 那赚了美元回来之后 照理说会放在我们外汇存起 所以我们外汇存起就会增加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 汇回到台湾 汇回到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的银行体系里面 就会有这笔钱 所以你 这个贸易顺差 最后就去了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我们的外汇存起会增加 另外就是我们国内的银行的金融会增加 你会进来就是这样子 好 结果面上就有一个叫做 这个数据轰炸机 他就出来讲 这个是一个这个微博上面的文章 他这个文章反应这个非常多 因为他直接就踢爆 他说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2022年到20 2020年到2022年的三年的时间 他说我国就是中国 他的贸易顺差的规模 包达1.89兆 约莫接近两兆美金左右 他说几乎是2010年到2019年 十年的贸易的总和 所以就说去年三年 过去三年赚了两兆 这几乎是过去十几年的总和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很简单嘛 因为中国在这几年的时候 出口照样出 所以中国还是因为没有停工 他们很多工厂照样说 所以一直不断地出口 但进口变少 进口大幅减少 进口大幅减少 所以才造成说 他的贸易顺差这么这么大 然后他就质疑说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的贸易的 这个所谓外汇存底的数据 还跟三年前几乎是没什么动 那没什么动 他就说你增加的钱 没有动好 他就说那我就去查 银行的里面的数据 结果银行数据里面 也是都没有 所以就没有说 所以银行的结汇数据 也没有改变 对 银行的这个结汇数据 外汇存款的数据 或者是说 外汇管理局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外汇 完全外币都没有增加 也就是说这个钱 到底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要做账话 你应该账了也看得到 结果问题是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四周 你是台大经济系 你学经济的 你这样看也觉得 两兆美金不见了 当然很奇怪 那尤其是他就说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会冲击到中美对决来说 是这个 真的如何是被高估都不为过 就是这件事非常重要 就因为他讲这件事嘛 很多网友就出来说 你什么 你这样子在唱追中国嘛 所以正反论战就出现了 然后又这样 就后来他搞了他 就把他的文章 那我的文章都锁起来 甚至还有 还被禁言了 还被禁言了 最重要事实上这件事情的确是引发很大的这个争议 好那他在讲什么 他说很简单 他说那有人就说那是民企 他把钱引起来 他说不可能 他说民企的一年创造一点多兆美金的顺差 那民企的这个顺差 他一定要会回来 因为中国要求你 民企在外面赚的钱 你要给我会回来 所以基本上 他说这一部分是不在 但是所以 这到底两兆美金去哪里 到目前为止 他就说 他也完全不知道 这两兆美金到哪里去的一个状况 那他就直接没整理出这个表 给出来 你看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外汇存底 外汇存底 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来说 其实都没有增加 都没改变 你仔细来看 包括说他们 这个央行资产里面的很多东西 其实 这几年都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你看 你从银行的资产里面来说 还把这个资料给公布出来 外汇存底里面来说 都没有变化 你完全看不出 这个两兆美金到什么地方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说 大家非常关注了一件事 那钱跑哪去了呢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钱跑哪去 这个中国民众都会知道 有人就说 他是为了要抵御这个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过去 大幅的资金外流的时候 中国就必须要把他的外汇存底 拿来跟这个 等于说拿美金之后 然后再换成人民币的方式 用这样来压制这个 所谓美金的这个上涨 所以说 他反证明了一件事情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 中国有流行一个字 论 论就是英文 让的这个写音 没错 刚刚讲的 如果现在算起来 三年前有十兆的美金 从中国捐款潜逃 对 有人就说 那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宝剑 我们唯一能够解释 就是钱从非正式的管道 流出去 就跑了 而且这是完全银行体系 或是完全在 所谓金融体系 你完全看不到的钱 他跑掉了 所以才会有这两兆美金不见 所以中国在什么管制 还是有很多钱跑掉 当然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 这是这个之前的 这个经济学人的一个 这个数据 他说这是个经济学家做的 他就说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面来说 中国至少有十兆美金的钱 洗到了这个境外 如果过去 十兆美金 过去二十年有十兆美金的话 那过去三年四中两兆的话 那就显然 这个数据就有点兜了起了 所以那这个显然就是这样 好那也从这样 所以这些钱是从哪里流出去 搞不好从贪官污吏 或是从国家体系 从哪里流出去 总之它是没有出现在 相关的营通体系 所以最近你知道 为什么最近突然之间 你会觉得说 好像中国人到外面去买土地 买了越来越多 你看那么 德州不是说要买这个禁止 前阵子不是美国 又有很多土地 又被中国人买下来吗 那还有包括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单位 它旁边等于二十公路 等于二十分钟的路旁边 一大片农地被中国人买走了 对好那所以十一个州就禁止 因为为什么 美国现在突然发现到 中国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出现了很多富豪 开始在中国 在美国买房地 好但不只这样 这个状况还发生到 我们前一阵子讲到的 有一个中国的年轻富豪 他就说我们家族的这个钱 我们花在冲绳无人岛的 这个乌纳霸岛上面 那你想说 而且二十亿就没了 对而且问题是 你中国管制民间管制是什么 你钱从哪里捞出去 所以这是 如果你把这些证据证明出来 就是这位岛主 他还公开的就拍影片 那还有什么 包括日本现在质疑说 北海道被中国买了非常多 买了至少是 十一个足球场以上的 这个大这么多的土地 所以他现在为止来说 中国显然这个经济议题 在中国形成一个热搜的一个状况 习近平最近铺天盖地的 进行内部的斗争 看起来 他要搞一场新的革命 甚至开始把中国闭关自首 拉开跟全世界的一个距离 而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运动 也真的影响到 他跟周边国家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到 对中国来讲 有三个国家在外包围着 日本 韩国 以及台湾 过去我们看到了 韩国对中国是忍气吞声 因为韩国基于中国的市场 韩国基于中国的经济利益 所以对中国言听必从 对中国受到其他的委屈 都是忍气吞声 但没有想到 最近看起来一系列的动作 韩国要慢慢地远离中国 更不用讲 他的工厂 他的资源 一个一个地撤出中国 日本 更不用讲了 虽然日本跟中国近年来交恶 但在日本的国内里面 一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亲中力量 但没有想到 这个亲中的力量 快速地示威 在这边有一个 被视为日本亲中总本三的 二阶俊博 他在自民党内 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没有想到 他现在竟然垮台了 更不用讲台湾 台湾过去我们知道 两岸的互动非常的密切 两岸的经贸往来非常的频繁 但现在我们看到了 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台湾对中国的投资 竟然腰带 继续看到 当习近平开始进行 他所谓的新的文化大革命 开始进行新的者数的时候 他跟周边国家 也出现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好 说 我们看到了 现在在习近平 他本来只是做 他的内部的一个斗争 他做内部的紧缩 甚至他现在开始 内部从思想教育 开始做一些整顿 没错 这样的动作 这把周边国家 看作吓坏了吗 而这个动作 已经有出现辐射效应了 没错 最重要就是韩国 韩国本来一直想要 跟中国交号 我们看到文在寅 过去还被认为是亲中派 没错 可是我们看到 现在连韩国 南韩时报 韩国时报 都说了 现在韩国 已经呈现一个心 他的经济 要慢慢跟中国脱钩了 没错 习近平这一连串的动作 要锁国 然后肃杀 国内的这个经济的 这个氛围之下 保洁 吓得周边的国家 周边的地区 都要跟中国 慢慢的切割 里面有三个国家 当然最重要 一个是日本 一个南侯 还有一个是我国 我们现在都慢慢的 跟中国渐行渐远 那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敢这样说 你看秦刚 秦刚他说得非常明白 他说上个数据 上个世纪的时候 中国跟苏联恶化的时候 苏联从中国撤走 所有的专家 还有所有的补助 但是我们呢 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饱 但是我们自力更生 几年之后 就把重大项目搞起来了 所以讲这个意思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重提中国跟苏联 翻脸的这个状况 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 要翻脸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 重回到中苏交恶的阶段 你就算把我的专家 你把我的援助给弄掉 就算我中国人民吃不饱 我都要自力更生 开始埋锅造饭 好 这句话说得非常明白 中苏当时翻脸 现在中美也翻脸 翻脸的时候 中美国家当然要选边站 但是他们选择的是 慢慢的跟美国站在一起 我们看到韩国 韩国现在报导就是说 过去韩国不是站 韩国是中国 中国是韩国一个 非常重要的经济重心 对不对 出口过去占四分之一 现在已经慢慢慢慢的减少 慢慢在减少之中 一直在减少 所以未来可能慢慢韩国 可以摆脱对中国的这个依赖 另外一个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过去我们 到中国的投资比例 占百分之七十九 在十年前 现在已经占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三 减一半了 下滑幅度非常大 那你根本不要讲 日本日本今天的政治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波动 就是菅义伟表态他不选 但他不选的时候 你知道他前几天的时候 把自民党内最大一个 亲中派 也就是说亲中的这个总本三 二阶俊博 无论如何也把他搞下台 搞下台了 也就是说我无论如何 确定我自民党里面 至少没有亲中派 未来日本政坛都是亲台派 也就是他在下台之前 现在把自民党内的亲中派 给清理干净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的政治氛围 特别是亚洲的政治氛围 完全都是倾向反中 然后亲美这一派 可是不对啊 文在以前不是亲中的吗 文在以前就是为了亲中 他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 没错 文在寅的确为了北韩问题来说话 的确跟中国到过去走得非常近 你看当初2017年的时候 他当商人没多久 他第一个去出访的 就是去中国 可是从这一次拜登上台之后 文在寅去访问这个美国之后 完全画风改变 那为什么这样 保洁主要原因还是在说 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纯度真的慢慢慢慢降低 这是韩国对中国的出口 你看过去几年的时间 都一直不断的在往上升 没错 结果没想到你看这几年的时间 突然之间就往下急速 往下墜 所以告诉你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 目前的这个三星 三星过去 他世界卖第一的手机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他在 目前在中国的市占率是零 那你跟我们讲 很多韩国的商商 三星的手机在中国卖不出去了 所以在很多厂商来说 慢慢韩国厂商 慢慢败走整个中国大陆 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 韩国的现代公司 竟然要全速撤离中国了 那现代汽车 他其实在全世界 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车厂 结果没想到 他在中国大陆始终就是卖得不好 于是他就说 我们这几年的所谓的中国战略 吞了败仗 我现在把所有的这个经理人 是十几位经理人把他撤回来 你说他未来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要紧缩 所以告诉你什么 三星啦 LG甚至是现代所有的 还有乐天等等 韩国企业全部败走之后 未来韩国跟中国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依赖度会降低 而且你知道 因为明年文在寅就要下台 文在寅下台的时候 现在台面上两个最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竞争者里面来说话 他们也都有一个不约有统的 这个主张 就是要慢慢的跟中国切离关系 那现在韩国在做什么 韩国在加强跟美国 还有美国同盟之间的紧密的合作程度 比如说你看三星的这个少主在拜访我们这个中国之后 马上他来拜访ESMO 包括说三星准备要去美国设厂 包括三星他们跟这个ESMO就说 你的最新机台要赶快给我 甚至三星加强跟美国的技术的联络 目的在什么 他慢慢要跟美国这边的这个程度整合在一起 因为他知道在半导体的领域里面 他没有美国跟日本的帮忙 他是绝对不可能赢过台湾的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这个中国对我来说的注意度就越来越低的一个情形 好 那所以就讲到的 为什么他非要这样做 因为不得不然 刚刚讲到 当台积电已经进到了美国 当台积电已经慢慢拉开跟三星的距离 你再不追过来就被甩掉了 对韩国来讲的话 半导体绝对是他们的重工之重 他如果半导体跟中国依赖在一起的时候 保健那他会有什么下场吗 他可能会被美国制裁 所以按照他的这个逻辑里面 他当然知道了非常清楚 你看现在三星在这个中国里面的 那个net flash 厂了 他现在就没有新的设备了 没设备 所以他现在知道说 我不能够再跟中国走太近 我要往这个中国以外的世界发展 所以三星出来 你看李在龙出来的时候 听说他美国的这个 这个投资案 这几天就会敲定 甚至他有可能会敲定到欧洲的投资案 他也要去荷兰 所以你就知道说 目前暂定是去德国投资 那他去荷兰 主要是去见这个艾斯摩尔的董事长 他也是 甚至韩国还希望说 你艾斯摩尔就把你们的这个工厂 搬到我们南韩来 所以现在韩国无所不用其理 就是把美国 美国还有包括说荷兰的这个供应链 把他拉到韩国来 所以韩国跟台湾之间的半导体竞争力的胜败 来说要看韩国 你到底要多么的拉拢这个日本 或是美国这些公司的这个程度 日经亚洲 就特别提到 台湾他特别去算 台湾的全球一个投资 他本来是说 台湾现在对全球做了很多投资 而且台湾的半导体 做了很多的投资 他里面的重点其实讲 哎 怎么都没有来日本 可是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个过程里面 台湾对于中国的投资 已经大幅下降了 这个日经的报导里面说了非常清楚 台湾过去十年以来 对中国投资大减百分之八十 大减八成 就从二零一年的七十九 然后降到现在的目前为止来说 大概滑落八成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增加什么 对美国的投资 我们二零一一年的时候 占我们整体的投资只有四趴 现在到美国投资 已经占总的投资的二十三趴 也就是说一方面 在中国投资慢慢的减少 一方面在美国投资慢慢拉升 所以不出几年的时间里面来说 可能我们往美国的投资的金额 会赢过往中国大陆投资的这个金额 那当然日本这个报导的意思就是说 台积电啊 你赶快来我们日本投资吧 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来说 台湾往全世界投资 减少中国大陆的投资 这是会一个非常明显的讯号 如果你看这个数字也差太多了吧 二零一一年到达了高峰 当然慢慢就下降 可是到了二零二一年碰的就没了 你看当初的时候都有一年 大概一百多一百四十亿美金 你看现在已经腰斩 腰斩还在腰斩 所以你知道说随着这个疫情 不断的爆发之后 这个数字还会再继续的往下降 特别是习近平已经决定要锁国 速杀的时候 你去那边投资的时候 你可能面临到随时会被监管的命运的时候 请问谁还敢去中国大陆投资呢 真的会为中国加分的朋友 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中国 一个一个跑了 一个是德国 德国的民调是让我很意外 德国应该可以讲是欧盟里面 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 没错 梅克尔对中国多好啊 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 德国跟中国那么友好 都来自于德国跟中国 有非常庞大一些密切的商业的往来 不管是车子或机密加工 或是重工业 可是新做出来的德国民调 五十八怕德国人赞成对中国更强硬 而且他有但说 他有但说 即便会伤害德中经贸关系 他都可以接受 所以换句话说 这件事情对于德国来说 他不是那种盲选 不是说我要不要对中国更强硬 不是 他有谈好 我对中国更强硬的话 我会伤害经贸关系 请问你要不要对他更强硬 六成的人 这东西几乎跟台湾一样多了 代表不惜代价 不惜代价 跟台湾是要被中国并推 也就是六成 德国有六成的人要跟中国更强硬 就表示德国内部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甚至我们知道2021年 不是这个你要全部看 我赞成对中国强硬 即使伤害了德中的经贸关系 但是有十七个比较 十七%比较滑头 我也赞成对中国强硬 但是德中的经贸关系先不要伤害 也就代表说今天你要去对中国强硬的 等于说占了七十五% 应该讲坚定不赞成的就是十九% 坚定不赞成就是十九% 所以对于德国内部的整个氛围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对不对 而且重点来了 因为德国现在要大选 对不对 德国四个主要政党 除了一个机民党以外 包含社会民主党 绿党跟自由民主党 每一个都支持 谴责中国侵犯人权 支持香港自主权 支持台湾 这些东西对德国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 而未来也是中国最敏感那条红线 对不对 可是他们都公开表态这些事情的时候 未来德国跟中国关系 不会如我们想象 包含梅克尔这个时期 在政界绝对会有改变 所以我们讲 立陶宛已经表态的 我要这个对中国来讲表示强硬 我现在看到了斯洛伐尼亚 也是表示强硬 现在看到了波兰很多国家 可是没有想到 你除了对俄罗斯的那一线之外 现在看到的英国 法国 德国 那些强国 也都反了 而且是整个欧洲议会的共同决策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欧洲议会刚出台第一份 欧台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敏感的事情 第一个 他希望说欧洲跟台湾 签双边协定 第二件事情 把欧洲 欧洲现在在台湾叫做什么 欧洲经贸办事处 改成欧洲驻台湾办事处 这东西非常敏感的政治 对不对 就在欧洲议会 六十票赞成 四票反对通过 所以对于欧盟来说 包含我不讲德国 整个欧盟的大氛围 这个反中 或者是拉拢台湾 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可是我刚刚谈的 都是政治的部分 对不对 经济的部分 才是最让我最讶异的 德国工业联合会的总监 直接公开说 说什么 因为我对于中国竞争 是不公平的竞争 中国竞争背后 是制度性的竞争 他是请国家之力 来竞争的 所以对我们德国不公平 说现在前十大 汽车品牌 有三大已经是 中国的汽车品牌 上汽 长城 跟吉利 那包含 宾室跟 B&M 都德国品牌 对不对 可是宾室对中国 已经浪力到什么程度 现在在中国经济 买的每一台宾室 都是宾室在中国设厂 然后用中国规格 然后用中国的工人 然后那个料也是中国 只有那个发动机 一些关键领主件 从德国运来 简单讲 一台车 德国也没赚你多少钱 所以现在他们直接说 我们要跟中国 也要划清界限 表明态度 所以这些东西 都不意外 最意外的是什么东西 连软体银行 现在都离开了 你要知道孙正英之前 靠中国赚多少钱 他跑了 他跑去哪 他跑去非洲 这真的是吓死人 孙正英跑去非洲 你看软体的愿景 就他vision fund 他之前投资阿里巴巴 造成非常非常多的钱 前一阵子孙正英说 我不要投资中国 后来跑去哪里 首次投资非洲企业 去了新大陆 所以说现在对于中国来说 如果朋友一个一个跑掉 旁边的朋友 胜伊兰 胜北韩 胜俄罗斯 胜塔利班的话 那这些坦白说 真不叫朋友 叫做吸血鬼 好董事长 中国怎么会把自己 搞到这样的地步 本来讲说 我大国崛起 我要变成了一个世界的霸主 甚至过去他们崛起的时候 是先跟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交好 开始我进到了欧洲 怎么搞到现在 所有的国家 跟你渐行渐远了呢 首先他当时 跟非洲的交往的前提 是什么东西 他要做世界霸主 做第三国际的老大 所以当时是输出革命 在毛泽东时代 这是历史渊源 非常长久的渊源 但在其他 当他开放在一九七八年 跟美国交往以后 不一样了 那是跟全世界交往 对 那最近是什么事情发生 就战狼外交 战狼外交为什么产生 因为他中国内部开始斗争了 中国内部关系非常紧张 对人民很紧张 他压迫人民 他压制香港 新加坡 还有这个西藏 等等的事情 当你内部开始紧张的时候 你一定会面临到国际压力 那你一定要反弹 所以他反弹之后的结果 就开始跟欧盟 开始互相制裁 你搞我 我搞你 所以欧盟议会反应非常强烈 是 你他点名制裁了 十几个欧盟的议员 那开玩笑 你要搞我 我怎么可能放过你 那我弄你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东西 搞台湾 要跟台湾建交 搞台湾 你一定跳的 所以欧盟 为什么欧盟议会那么强烈 因为你已经伤到他的议员 他的当事人 他要处分欧盟的议员 对 当事人受伤 我怎么可能跟你忍耐 因为你知道欧盟议会的产 欧盟议员的产生 是在各国 全欧洲各国选出来的 他不会听你德国的利益 也不会听你法国利益 他就直接做欧盟的整体利益考量 在同一个时间来讲的话 那美国的大量投资 三兆美金等等等等 然后德国你看 我们讲很多 德国最严重 就是汽车工业 那美国最严重也是汽车工业 所以现在都是为了下一代的产业 在拼搏 在所有的全世界都在拼 下一个世代的电动车市场 不是这样子吗 那美国最大市场 美国市场钱也拿出来了 钱拿出来了 大家都跟着一窝蜂 跟着美国路线跑 那当时这个中国市场 怎么兴起的 中国人怎么赚钱的 就是美国人帮他嘛 美国现在跟他翻脸了 现在谁帮他 没人帮了 没人帮他也没有市场 所以他现在开始你刚刚讲的 他关门了 他内缩 他内缩的目的整理好 还是到底要不要走入市场化 这又是另外一个考验 可是今天中国 他现在底子还算雄厚 他还有家底在 还可以撑 他撑多久不知道 撑转型都也不知道 但这个都是一个新的变化的开始 但整个来看的话 前途是不好的 习近平这个年恐怕很难过 因为过去三年 中国因为防疫关系 造成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停摆了 现在不得不大开放 而且是展开双臂要欢迎外资 但问题是 现在的中国还有什么条件 来吸引国外投资呢 外资现在是跑都来不及了 而且现在的中国从国企到民企 薪水年终都发不出来 另外对外 美国是联合了西方势力 所发动的晶片大战 把中国全面封锁 甚至在台海 现在也面临从印度洋 到太平洋国家的全面结盟抗中 中国从经济到军事 恐怕是内外交迫 甚至中国经济还可能 面临了灭顶之灾 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了几位来宾 来参加讨论 首先是财经专家黄世冲 财经好 大家好 战略专家林廷辉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 大家好 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稍后也会加入我们 所以是从我们看到了 当刘鹤喊出了 中国要重新开放经济 而且经济要全面起飞 就没有想到外资说 这听起来实在太美好 让人不敢相信啊 对你说的话再也没有人能相信 这是目前中国的处境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 这个全面开放之后 不只国内的经济要有所谓 要有烟火器 他也希望说外资能够回到 这个中国去投资 所以在这几天的时候呢 这个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呢 刘鹤就出来讲话 他又说什么 他说中国就要搞计划经济的话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会再搞计划经济了 那房地产是重要的 这个资助产业 要开放了 对那企业家是社会财富创造的 发动机 之前呢 习近平在12月底也说过 这个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嘛 讲到这样子 他现在跟外资表态 可是问题是 他讲完之后呢 陈寅你知道 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 你看包括说像 这个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员 他会说什么 达沃斯演讲主要是针对外国人 还有外国企业的 北京对私营企业 还有企业家进行整 这个控制的愿望 一点都没有改 大家还是 看你嘴巴说一套 那你实际上做 你是另外一套啊 另外一个孟买 有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说得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场令人 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演讲 议程庞大 听上去很美好 不像是真的 刘鹤的意图是好的 也有机会实现 只是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你看这样酸这个刘鹤啊 那为什么大家完全不相信呢 第一个 你刘鹤在这个今年的两会之后 你就要退休了啊 那你出来讲这个话 大家当然完全不相信 你中国目前在讲什么 那目前对中国来讲的话 除了你要叫外资回去 外资不听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这几天不是 荷兰总理旅特去访问吗 去访问美国吗 他目前为止政治表态 他说先进晶片 不应该用在军事用途上面 特别不希望发生在 这种情况的国家是上 所以言下之意来说的话 他要跟欧盟达成一个协议 假设有共同协议之后 搞不好他就会加入 美国的封锁的这个行列 所以看起来的话 晶片同盟这件事来说 已经慢慢在成形之中 那你更不用说 在军事包围上面来说的话 现在这个CSIS的 这个报告出来说 你缺什么 现在美国就把这个拼图补上 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在冲绳跟这个关岛 要部署所谓新的这个反舰飞弹 这个新的反舰飞弹 在布许下去的时候 都在未来的台海竞争里面来说话 增加更多的这个胜算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 等于是说从军事啦 从晶片上啦 被全面封锁 而经济更是要面临了灭顶之灾 没错 我们就讲 这几天我们不是说吗 这个特斯拉大降价 特斯拉降价之后 导致这个特斯拉的股价 就开始止跌回升了 为什么 因为它买得太好了 一口气呢 在中国这个地方 一口气就订 多了三万台订单 在美国也是一样 那你说 那这个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 中国正在发展的一个 非常重要就是 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 现在可能面临到 空前绝后的灾难 甚至有人就说 搞不好中国的新能源车 最后呢 如果特斯拉一直降价 一直降价的话 搞不好会全军覆没 不是都卖得很好吗 为什么会面临灾难 没错 为什么会面临灾难 我们跟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你看 这时间直接PO这个 特斯拉不讲伍德 不讲伍德就来了 卖到官网光溃 为什么 真的是 欸 它降价之后 一堆人去那边闹 闹了甚至还有人说 是敌对的阵营 跑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呢 卖卖卖 他们官网就出现一个 当机的这个状况 还不止这样 他说有一个车主人 原本去这个地方维权 结果听到降价之后 马上就转身 就说我再订一台好了 本来是要维权的 结果去买了一台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 你可以看到 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他们三天之内 接获三万台新 电动车的这个订单 就像他一降价之后 一降价之后 你看原本这个报纸 就写到说 欸 特斯拉他们降价的时候 那卫小李还能挺多久 还挺了多久 就是未来小鹏跟李翔 三台汽车你能不能挺多久 就他17号的报导一出来 18号就出来了 这个小鹏汽车 要降大部分的车型 调降约10% 隔天就降价了 停不住了 那我跟他讲 不是只有小鹏会这样 未来跟你讲 大概也撑不住 那是不是连比亚迪什么 你都要展开一个杀架 不然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在这个竞争里面 会拖引而出 那不止这样 很多品牌都要全面的降价 那你知道 他一降价 你看特斯拉降价 股价是大涨的 但是小鹏一降价 股价就出现一个大跌 大跌了6.3%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特斯拉降价之后 他的这个自从降价后 这个看车人就特别多 周末店里面更是爆满的状态 所以就说 我有特斯拉可以买 这个价格这么便宜 那我干嘛又买这个 魏小李的这个车子 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所以本来说 这个新能源车 应该是中国的希望 就没有想到 现在是杀到建国 对 可能全村的希望 是全村都会被灭顶了 这个状况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曾经说过 特斯拉每一台车 可以赚9000美金 9000美金 如果我们去算一算 乘以30的话 大概是27万台币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鹏其实他们有公布 这么的财报 对 小鹏是一台车 卖一台车亏人民币 卖一台亏一台 8万 大概约莫折合新来币是35万 那未来卖一台车来说 亏11万人民币 大概折合新来币是44万 那你想卖一台车的话 是亏2.3万 亏9.2万 我刚才讲到 特斯拉一台车是赚27万 所以我就跟你说 他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跟你杀价 我杀到 我赚一半好不好 但是你这些 你们亏了一屁股 可能都完全让你公司完全倒闭 所以都没关系 他就用这样来杀你 那不只这样杀你之外 你知道中国现在也没有钱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 地方政府也欠钱 这个还不出来 中央政府来说 我也没有钱 拨给地方政府 所以他现在 动脑筋是什么 第一个 我大激进恐 可能不要做了 第二个是什么 事实上从2023年开始来说的话 这个整个新能源车的补贴要退场 能源车的补贴要退场之后 等于是你未来 中国要买这个能源车的价格上增 那当然对这些 过去享有很大补贴的中国厂商 或新能更大压力 所以才说 事实上对中国的这个 原本他们是希望说 半导体或许我发展不起来 但是我在能源车 我要占得一个先机 但是看起来的话 如果这个所谓的特斯拉 这样杀下去的话 搞不好对这些 所谓新能源车的 这个原本要成为霸主了 搞不好会提前栽在这一局里面 的确我本来说补贴的话 我是希望可以卖得更好一点 结果现在变成两头空 对没错 好那我们讲完特斯拉之后 我们就讲 刘鹤不是对这个国外说 我们这个企业家 我们很重视民营企业家 企业家是社会 这个获利的主要动营吗 那这个习近平之前还说 企业家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是支持民营企业的 我就说 这是说一套做一套 为什么是说一套做一套 最近中国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这个陕西省 他们居然派驻了 非常多的官员 他们挑出一些地方 他们认为不错的官员 比如说陈寅 好你是我们选出来的干部 你要怎么样 你要进驻到企业里面去 他选了官员进驻到企业里面去 而且他一条就是 你进去的话 就是担任这个企业里面的 第一书记 是来监督的吗 对 你就是我们里面 党部的第一书记 那你讲 我们讲中国共产党 是以党领政 你有一个第一书记 到公司去 那会怎么样 公司就算是听你的话吗 大家都听得不到 对啊 那这个陕西的 这个黑猫交化公司 已经进驻第一书记 那很多很多都全部都一大堆人都进去 甚至甘肃高台县也说 我们非公营企业来说 选派第14名的第一书记 还有这个62名的这个 党建制的这个领导员 所以这是党来领导专业的意思吗 所以你知道就是 全力进入这个民企业 所以为什么外国人不会相信 说你会开放民企业 搞不好 外国企业去了 我也要这样做嘛 书记也来了 对那你知道 第一个时间里面胡锡进说什么 然后党委书记在各行 各行政区域里面 还有国营企业里面 都是一把锁 但是上初的像非公营企业的 这个企业派驻第一书记的话 他们会不会参与对企业的主导 他们有那样的能力吗 还要这样做合法吗 这些都是问题 胡锡进也质疑了 对但是他讲完没多久之后 秒三 你为什么 因为被骂 就说你怎么可以质疑党的这个意见 所以他就说 好啦那我就没有发言过这个状况 但是你知道 现在外界都说什么 他说你等于是民伙职账 去抢夺民营企业 还有民间的这个私有财产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种示范性作用绝对是相当相当差 所以为什么 外资始终是不相信你的改革的这个企业 另外第二件事是什么 事实上这个蚂蚁集团 最近一段时间 不是阿里巴巴这个马云 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这个控制权吗 那你知道 事实上为什么他要放弃 因为从去年开始的时候 包括国营企业的这个 浙江传媒公司 他就已经入股了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子公司 也就是说 他只有一%的股份 但是我却涨有这个黄金股份 我可以掌控整个公司的这个运作 甚至蚂蚁集团也是一样 你很多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都是这样 所以导致什么 我只要有一%的这个黄金股份 我就可以控制你整个公司 那也就是 我就这样嘛 现在等于是因为中央缺钱 然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全面入股民营企业 他要做什么 他当然要进行一个掠夺 否则他去那边干什么 所以我就跟他讲 除了他掠夺民营企业之外 现在呢 你凡事过去欠钱欠债的 我现在都要重判你 割韭菜了 对没错 最明显就是这个嘛 太阳城集团的创办人 周焯华 洗米华嘛 他现在传出来嘛 他现在因为去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呢 他违法设立所谓VIP的这些 这些所谓赌博厅 然后导致整个澳门的减少了约莫 82.6亿港币的这个税收 所以他就直接 请出你 请出你之后现在宣判 重判18年 所以那现在很多你过去逃漏税 我开始重判你 那不只他 现在警戒被下一个可能会成为目标 就是安宜萱的老公 就是前德庆集团的主席 陈容炼 他现在被抓 因为他也是涉嫌逃漏税 他的罪状跟洗米华非常类似 所以有可能他警戒下来的话 可能也会被判处重罪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 我们台湾人也很关心的 包括说像 这个吴沛子的老公 季晓波 他也是屡屡被传出说 他可能也卷入这些所谓的洗钱的风暴 所以其实现在共产党很清楚 就是我要整顿所谓的民营企业 我要整顿所谓的民营企业家 我要整顿过去一段时间 你可能是这个把我逃漏税所有人 那告诉你什么 他当然要对经济的掌控度 越来越高的一个情形 好所以正好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有钱人 都被割韭菜不说 甚至有很多民营企业 现在也有所谓的第一书记来进驻了 那我们更不要说了 现在中国缺钱缺的有多彩呢 是连央器都还不出钱来 现在中国实际上有个 中国有个非常大的集团 叫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这个很大哦 海康威士是它下面的哦 深圳振华数据是他们的哦 这家公司是中国类似科技 军工产业的复合体 它一年一夜了可以赚一兆 结果你看现在状况是这样的 现在有很多它的下游厂商啊 跑去这个中国电子熊猫集团 就是中国电子科技下面的子公司啊 去抗议说 哎你欠我货款尾款没有还 我要叫你还钱啊等等 所以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这种 倒账跟赖账的这个潮哦 已经不是只有小企业 也不是只有大企业 连中国这种民间的大企业 都有这种倒账跟赖账潮哦 除此之外呢连公务员哦 现在都已经拿不到年终 甚至拿不到年终还不算惨 一惨还有更惨惨 是叫你把去年跟前年的年终 都吐回来够惨了吧 还要吐回去 对 追溯到两年前 所以打包让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哦 这个东西是这个 这件深圳公务员哦 过去两年一直在降息 这其实不是重点哦 可是今年最夸张 他要求今年什么 把2020年的绩效退回来 把2021年的新绩效退回来 把2022年12月的绩效退回来 等一下我有绩效 你发给我奖金不是应该的吗 我叫你吐就吐 相信政府相信党 罗雷巴掌办 抓到新疆去种树 2022年考核奖金退回来 2022年的未休假奖金退回来 2022年终于一次奖金 2023年年度考全部都退回来 退回来 退退退退退后来 只有收入只有2019年的一半 好 这个退减的 我觉得免账还可以接受 现在山东的这公务员 竟然要求什么 大家去帮国家去借钱 这就夸张了 什么叫去借钱 你看哦 什么借法呢 对 她说表弟在山东某地基层 做公务员 昨晚打电话来说 地方政府要求每个公务员 去跟银行贷款 贷款利率是3.5% 借给城市的创投公司 然后呢 大家有责任了 政科级要借200万 副科级借150万 一般人员借50万 还要自己找担保人员 这真的是一惨 还有一惨惨 我前面是说拿不到货款 你觉得很惨 后面的拿不到年终 你觉得很惨 还有更惨的是这个年终 要退回来 从2020 2021 2022 全部退回来 现在更惨 不只退回来 我要去银行借钱 以我自己当担保 借给公家机关 那他要保证利率3.5% 但是我会给你8到10%收益 可你信吗 如果到时候他说没有 就没有了嘛 而且现在出现非常非常多的画面 很多的年终 各种产的年终 一个格力家电 格力家电的年终 被人家PO上去 竟然是什么东西呢 五个口罩加 就这个 你说这个是年终奖品吗 五个口罩加 一包大白兔奶糖 太心酸了吧 大白兔奶糖很好吃 没错 可是来当年终 我会生气 我真的会火大 而且另外一个 看下个画面更惨 山东卤花集团 它是一家这个产花生油的公司 就年终奖品是什么 自家的花生油 我平常看花生油还不够吗 现在年终竟然还是自家产品 我平常可能就有年购价 你凭什么过年再给我花生油 我不缺花生油 然后另外一个公司也很惨 他领年终的方式凭运气 他们就这个 他设置一个机关 从上面漂钞票 大家去捞 捞多少个品本事 捞得多老板亏 捞得少老板赚 那问题是年终不是你要靠少一整年 一整品 要看的是绩效 凭经济 凭运气的 另外还有这个 又一个你看 又一个桶子 这个在地上滚钞票 拿多少拿多少 滚到多少拿多少 当然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年终 有可能就是尾牙的同欢晚会 这我可以接受 如果是尾牙我可以接受 可是问题是 下一个就真的是年终了 有人特别说在年终是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老板在这个微信群发红包 然后有人说抢到了三十块很高兴 这是有东西 年终是三十块人民 三十块人民 你说一百五十块 这就真的很惨 甚至还有更惨是什么呢 刚刚当然有些可能是好玩而已 可是既然有志有东西 来导播我们待会儿来看这个 这是一家深圳的设计公司 它这个设计公司它说 关于2022年的薪资核算通知函 这薪资核算通知函它是说什么呢 他说你2022年公司特别算过了 你个人的项目的产值合计只有1.93万人民币 但是我们精算了 你2022年1到10月领了76500元 所以请你现在吐回45000元的插盒 所以是看你的绩效没到 所以你还要吐回去 不是 因为它设计师 是你公司自己可能没有接到那么多案子 干我屁事 你自己没接到案子 结计期间哪有案子接啊 对啊 我设计的产额啥 所以叫我弄钱 所以很惨 所以整个中国现在真相 我们刚刚一路讲从国企啊 民营啊 大企业 小企业 都没有赢到年终 还有奖金发布出来的窘境 好 所以提灰啊 我们刚才讲到说 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 他现在对外资喊出来说 现在呢 中国要开放了 然后我们的经济很快要起飞了 结果外资为什么不相信 不是外资不相信 其实所有中国人可能也都不太相信了 中国人也不相信 为什么会这么说啊 你知道这个会议啊 其实以前习近平曾经亲自出席过 他在2017 2021 2022这三次 都亲自出席这个达罗斯这个论坛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表示对这个论坛的重视嘛 但是现在派一个刘鹤 刘鹤是什么 他是副总理啊 你就副总理 你总理不去 总理李克强嘛 总理不去 然后副总理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先降级了 已经降级了 告诉你说 我今天这个会议我不太重视 可是刘鹤是经济顾问啊 他是来谈经济的啊 对 问题是他也是准备要退休啦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李克强曾经在记者会上面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黄河长江的水不会倒流 中国大陆开放的这个脚步 他也不会倒流啊 也不会闭锁啊 那刘鹤同样的讲概念也是一样的 也是中国欢迎外资啊 但是人家会相信吗 为什么 人家看的就是你讲的跟做的完全是不一样嘛 你习近平在这个达罗斯会议上面曾经也讲过什么东西 你看哦 2017年他说不要锻炼 资讯流啊 资金流啊 产业流啊 等等之类 这些东西要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等到2022的时候 他讲什么东西 要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2022年的时候也提到了要以人民为中心 这些东西都在讲说整个中国他是一个开放的 但是事实上 习近平在家里做的是什么事情 国际民退嘛 没有开放啊 国际民退啊 刚刚提到了啊 你任何一个私有企业还要派共产党的总书 这个书记 然后进到里面去担任这个 那你在吸水是要是谁付是企业付吗 还是你共产党要付呢 这是第一个国际民退啊 完全没有消失 第二个又喊出了共同富裕嘛 你喊到共同富裕的时候大家都吓死了 你今天赚钱赚到一半 然后电商的所有的这个资产都会怎么样 整个被没收了 然后重新再再分配 所以习近平讲的话反反复复 让人无法坐摩 那你现在又要当政 你要变成第三任的国家主席 刘鹤去讲 刘鹤主要下台 所以大家是在想相信谁 大家是要看习近平 不会是看你刘鹤 所以刘鹤讲的算怎么多去安抚外资 都没有用 这个日本的媒体在他的头版 大大写着习现在独裁 独裁了以后居然出现了一个 中国经济沉默 然后呢纽约时报也讲 中国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 这个结束这么好 改革开放没有了 是 这个应该是说这一次呢 二十大习近平的七个接班团队 亮相之后呢 全世界的媒体达到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 就是中国经济GG了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日本 不管是日金或者是纽约时报 都强调的东西 中国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 这个时代结束 其实当时44年前 由邓小平所开启的一个改革 开放的路线 然后呢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都看到中国的GDP都是 5% 6% 7% 8% 9%的成长 但现在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洛克菲勒的一个相关研究机构 在那个金融时报讲到说 往后看10年 中国经济成长可能连2.5%都难保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如果中国之前不是讲到说 什么2060年要超越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 这件事情可以在这一次接班之后 确定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他的整个经济成长率 受限于他的疯狂清零政策 受限于外资大逃亡 受限于他人口老化这种种政策 现在中国经济看起来 真的非常不妙 而且这个萧条 居然可以从他的实力养长 他在等于说 他的整个商业首都上海可以看出来 上海我们正在讲 你上海的领事会 不是大排长龙要赶快出国吗 更可怕的是 他现在很多的商店街 精品街 名店街 以前都是人满为快的 现在空无一人了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你会误以为是可能是去年 前年COVID-19很严重的时候 不是啊 他可是10月23号 也就是习近平公布他7人 团队亮相的那一天 你看整个浦东机场 都没人 都没人 非常夸张 而且拍这个影片的人 他自己说 我在那边常常惊惊处处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们五光十色的上海东方 这也太冷清了吧 变得如此暗淡 变得如此寂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整个中国的经济 真的是出现一个大问题 整个上海目前为止 最为热闹是哪里 竟然是美国理事馆前面 你看10月24号 你看这个7人接班团队一出现 10月24号大排长龙的地方 只有美国理事馆 大家都有能力的有钱的 赶快大家想要办一个签证 办一个护照 赶快来跑到美国去 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再不跑 可能来不及了 因为中国习近平所推出的 共同富裕政策 要不断一层一层往下拨 要不断不断的要共同富裕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上的人 他们在中国可能都是 所谓的高薪阶层 甚至是财富阶层 现在这些人全部都想要 都想要赶快逃离中国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说 怎么好凄凉 整个上海唯一热闹的地方 竟然是美国领事馆前面 那有一些人还是想说 你这样封控下去 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全部都还在执行封控 你这样封控下去的话 我们饭要不要吃 我们生意要不要做 所以有些人真的受不住 受不了了 好 只能怎么样 就偷偷的开 偷偷的营业 偷偷营业之后 就人家说没有办法 你看像这家店 他说不行啊 店铸要脚 他只能要营业 营业没有多久 才开个半个门 马上又被举发 大白就来了 马上又要查你 那要不要让人家活啊 你活不了 关我什么事 李强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 你活不了是你家的事 我李强升官是我的事 而且你刚刚看到了 现在上海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有这么多的人想要跑掉 跑掉以后 人跑掉了 钱就会跑掉 而且现在 中国人想把钱移开 那是已经不惜任何代价 所以现在新加坡 出了一个消息是 我现在很多中国人干嘛 我要赶快去新加坡自产 至少我语言可以得通得了 那我去新加坡自产 我就买房子 可是你要被抽40%的 40%的印花税 你要受很大的损失 他们还是要去 是 就算你扣掉 30% 40% 印花税 代表我还有5 60% 如果你留在中国 可能变0%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相关的数字统计 光是今年 大概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移民最多 是哪一个国家 俄罗斯 大家往外跑吗 因为那边打仗了 就第二个国家是哪里 就是中国 他说中国大概有 1万个富豪 就逃离中国 而每个人平均带了 480万美元的资产 换句话说 光今年大概有 480亿美元的资产 逃离中国 第二件事情 你刚刚提到了 逃之后你要逃去哪里 最主要的就逃到 新加坡去 所以他们有一个 相关的数据统计 他说呢 今年前8月 光是新加坡 就是中国富豪 跑到新加坡 买豪宅的 有932套 那种所谓的豪宅 然后呢 这个932套 是比第二名的 马来西亚足足多了 一倍之多 然后呢 他们还有另外的数字 是有一个大富豪 是福建人 他说什么 我今年以来 我已经花了 大概快要8500万的新币 买了20套 20套 20套 8500万的新币 你倒是多少钱 多少钱 19亿台币啊 他买了20套 有钱都跑掉了 他告诉你 他说我还要再买10亿 所以你就知道 他要多有钱 那现在他们就说 因为新加坡是这样 新加坡有一个移民的方案 就是你一口气 如果投资250万新币 也就是相当于台币 5000万的话 你就可以有一个成年人 可以移民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买10套 20套 30套 代表了他可以全家带到过来 全家族要跑 全家都要跑 所以你就知道 然后而且我刚提到 新加坡为了避免这些 所谓的中国富豪 不断的来炒 不断的炒 把他们新加坡的房地产炒高 所以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情 把他们的一个印花税 日买房的这个税金拉高 从原本在20%左右 拉到30几% 在这种情况之下 30%就等于税 税缴了30% 台湾的豪宅税15% 就受不了30%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花了8500万新币 买了20套房的福建人 他光印花税 他缴了3000万新币 六亿多台币 六亿多台币 六亿多台币便缴税了 对 但他说不要紧 我要继续 他甘愿 一继续买 没办法 因为他不买的话 他所有的钱 全部留在中国 全部可能未来都会被 共同富裕 好 所以提会 你在中国 你等于说 你也是做国际关系的 你对全世界有非常多的了解 你中国也有一些手势 真的这么惨吗 对 经济状况真的很惨 因为我自己的朋友 好几个在中国大陆经商 或者是说他们在 当这个一般的职员来讲的话 原本来讲 比如说一般职员 他做个店长 他基本上的话 一个月薪水大概有 一万多块的人民币 算不错的 对 然后后来呢 因为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后来他们开举这种 所谓封城 或是封区的这种效果之后 所有商场卖场没有人要去 所以到最后来讲的话 他现在一个月薪水 顶多就三千多块 然后三千多块人民币 要怎么活下去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降低很多 而且这样持续的半年以上 持续要三成了 对 然后你要一出门 一出门不小心 然后你的二维 那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码 全部又变色之后 然后你要去 又被封起来 所以你要到处 不断的去做核酸检测 所以大牌长龙 在做核酸检测 这是事实 包含这个 我们学术交流的一些 单位的老师 也都是在做核酸检测 所以我们常常想一件事情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真正的在做疫情的 这样的一个管控 这根本就是在做维稳 在做 安全管控 安全管控 因为你这些人跑来跑去 然后你可能跟 比如说跟外国人接触 串联联 跟谁接触 然后你们就开始串联 或者是说我相信 这些共同富裕的接下来 可能中国大陆会有一波 包含富豪们 根本就不能出去 连出去都出去不了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 这个人在美国总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在那边排队 赶快跑 对 要跑现在能够跑 赶快跑 不然的话 接下来的话 正至于整个到明年的 两会之前来讲的话 可能都有一波 这个全面的封控 好 那另外就要讲到 在整个封控里面 有一个人恶名昭彰 就是上海的书记 他这个叫李昌 结果现在你居然 一下三几条 变成了国务院的一个总理 就搞了半天 现在这个全国学李强 全国学李强的官 这个结果是什么 你的封控不但没有地检 还越来越可怕了 是啊 你要升官 你就要学李强 你不然的话 基本上就打包走人 你就跟胡派的一起走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 就是说李强他的这个事情 发生了 这包含他的家乡 既然还有敲锣打鼓 浙江温州的这个地方 敲锣打鼓来跟什么 歌颂他们的什么 他的那个李强来讲的话 他能够上位 但是问题是李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真正上位 没有啊 就是封城而已 但是后来呢 顺春南执行了这个 就是说带来了习近平的指令 说全面封城 全面封城 不能做什么约约过封城 结果他就乖乖地造作嘛 造作之后 这样子过关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当这个所谓 未来的国务院总理 所以对李强来讲的话 他这个升官模式 其实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就不可以看到 现在河南就传传什么 这太夸张了 他现在居然在路边 你出现 你以为是电话亭 没有 这个东西嘛 塑胶布把你封一封 你在外面 我发现你可能有感染 或是有问题 我就直接 把你丢到这个塑胶布里面 就像电话亭里面 然后呢 他更可怕的 我怕你跑掉 我上面又有这种针刺 你跑都跑不了 现在包括你隔离帐篷 你就直接把你塞在里面 那不是跟我 等于说我现在随时都在抓人吗 他等于说软禁的概念 或者是所谓的就是说 居留软禁 然后不让你随被移动 所以人口不移动的话 就基本上就认为说 这个就可以维稳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说他的防疫政策 完全都不是防疫政策了 但对李强来讲的话 他今天来讲 他要先处理掉这个防疫政策 要改变 他敢改变吗 他不敢跟习近平讲 清零政策要改变 因为清零政策是习近平垫下来的 所以他怎么救经济 他国务院是主管经济 主管中国全国经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完全没办法动的情况之下 他只能问老板 又是问习近平说 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果习近平没有办法去 把清零政策拿掉来讲的话 整个中国经济是崩溃的 是无救的 请不吝点赞 我先来关注 下来 有点 邀请 点 witnesses 感谢观看